现在我们把绳子切好 待会港海用的 嗨大家好我是阿梅 现在有潮水了所以过来港海 我发现那里有好多白鹿出来觅食了 走我们过去看一下什么情况 刚才有好多白鹿在这边 哦这里有痕迹 这里有螃蟹爬过的痕迹 应该螃蟹躲在里面 你找一下 哦对里面藏了一只家伙 现在我们拿些钱把它弄出来 别躲进去 咦 四肢青蟹死死的躲在里面 出了 出来出来出来 出来出来出来 出來出來出來 出來出來 哎喲 出來出來 哎喲終於把它弄出來了 哎喲別進去啊 廢了九牛之力終於出來了 哎喲別躲進去 哇終於出來了 四隻公蟹來的 來看這裡 現在拿繩子把它綁好 大概也有八九兩 運氣挺不錯的 這隻螃蟹太粘了 現在拿水把它清洗一下 這樣我們跟著流水走 哇好爽 我一直吃頭蟹 哦一隻青蟹 這出來了 因為水太渾濁沒有注意到 來出來出來 好兇 想逃沒那麼容易 你看 這隻青蟹大概也有一斤左右 一般剛剛退潮這種青蟹 很容易躲在石缝裡面的 你看 現在準備藏了 把它打出來 把它打出來 哎喲 哎喲 現在把它綁好 好兇哦 transportation 這是今天第二隻螃蟹來的 好 这里有个条鳗鱼 这条鳗鱼死了 死了好久了 一看都脱皮了 我们把它扔回大海 这里有个罗 还没来几握沙的 上面的有泥土 这里有沙白 它这边也有一个 它这边也有一个 我现在先把它放在桶里面 我还在那边 我看这个有脚印的是白鹿 我走过的痕迹来的 这里有个坑子螺 你看 这里有个沙白 这沙白太小了就不要了 我这里有只青线 换下到我了 你看在这里 哇好凶 把它夹出来先 它躲在热食布里面 松开先 我们现在把这个石头放开 哎呦 逃了逃了逃了 先把它拿绳子把它绑好先 把它放在平的地方 好多小鸭看到没 好多小鸭怪不得那么多白鹿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收获 今天抓了五只螃蟹 底下还有一只高蟹 太凶了 螃蟹 还有一些海螺 现在四点多钟了 赶紧要回去煎你啊 刚好潮水也上来了 没办法继续赶海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阿梅的视频 记得在下方点个关注 下期见 拜拜